这个这个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这个东西有个你刚才说叫直径 这两个手指头一定要超过直径 就要抓住一半多 听懂了吧 你看 他这个样 抓住了一半多了 因为他这个一半在这 抓住了一半多就可以练功 如果抓的太多 把他整个的抓住了 就没法练功了 要抓不到一半也没法练功 只要过了一半 你的力是往对方过去的 因为那个半径就是个分界线 那个半径是个分界线 你在半径这一边你永远过不去 你如果过了一点的话 你就越过越厉害 你的力就能过去 如果全部过去了 它死了 你不会运了 就是练不出劲来 因为它已经这样了 你得是这样 你看 看见这是练的什么东西了吧 是这么个意思 放在地面上 你这么用手去砸它 它真正直的时候 它一砸上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棍儿虽然它不尖 是个平的 你的感受是它从你手的地方就穿透了 那个真正的非常直的时候 它有那么个感觉 你就不敢拍它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亲自在洪老师眼前看见过 就是那个拳击的人 他刚这么一扇拳头 洪老师用手去拍它这个地方 一拍着的时候 它 成了一个绝对的90度的时候 那个人当时就不行了 一是这个棍儿 它的绝对的指和机面是90度 再给你拍的时候 你差了一点都不行 它也正好和它是指着的时候 它出一个非常特别的效果 明白了这个的时候 斜中预正 斜中预正啊 就是我在这儿给比划一下 这个地方把它固定住 你在这个位置上是很容易找着那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很难找着 因为你的手这样的话 它什么也没有 这个它都没有 就真正的算这个地方 角度一点不变 那么拍上它是一样的 只要对准了 它能直直打透了 这个力就是从这一头 一点也不跑都能打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它弯了一点 它打这儿来了 它只要是 你看 只要是打 这就是打漏了 它一点也不变的时候 一打到这儿来 它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